10月30号呢我们东方卫视2016这个广告招商大会上领导们呢不仅介绍了这个明年即将开播的一些综艺节目 同时呢还将买进的新剧一一列出 比如说我们东方卫视即将在16年开播的谍战剧《烟纸》的两位主演陆毅赵丽颖 当天也是特地赶到现场表示祝贺 作为土生土长的桑海宁 从进入娱乐圈派系开始 陆毅就觉得自己的剧能在上海东方卫视播出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 而这部被东方卫视买进的谍战剧《烟纸》不仅是陆毅入行以来挑战颇高的电视剧 也是跟女主角赵丽颖的第三次合作 两人默契加深的同时也更加喜欢肆无忌惮地开玩笑 比如大家都知道她不是外号赵小刀吗 拍戏是让我最自然的 因为不管怎么上真人秀 始终都会有一些安排或者一些剧本啊 我把她请好 她还教我教你啊 告诉我 想清楚再说 看来赵丽颖喜欢在别人尴尬时候补刀的行为已经练就到如火春青的地步了 不知道老搭档陆毅有没有无辜遭躺刀过呢 我的嘴也挺厉害的嘛 那你觉得你厉害点呢 他厉害点呢 长江后浪退钱了 陆毅表示别的就不多说了 光是赵丽颖给她起的外号就足够让她心塞半天了 她私下叫我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要知道这些年路易搭档的可都是安德拉贝比 袁珊珊 陈妍希等新生代女神 在她心中自己可是越活越年轻 十足的鲜肉一枚呢 我一直觉得我走的路是正好跟别人相反的 年轻的时候演的全是老头 年龄慢慢大了呢 又越演越小 新鲜的线上还采访不到